OK 有了上一节那个promise的知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很愉快的处理这个postdata 处理postdata呢 我们之前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那个讲解htp处理的时候 是直接这么处理的 但因为它是异步的 所以说你如果是这么处理之后 直接放到这个地方来它会很乱 然后我们这儿呢 就给它重新建个函数吧 叫getpostdata 然后把request传进来 这个函数呢就是用于处理postdata 好当然我们肯定是要返回一个promise的 因为我们刚刚学了promise 肯定是要立马用的 promise的格式我们这儿再简单写一下 就这么两行也不值得拷贝了 好最后return promise 好然后根据我们之前的写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request.master 等于这个post 如果它是等于post的话 再怎么办 如果它不等于post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其实如果它不等于post的话 我们就直接resolve 一个对象 return就完了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比如说它来了一个get请求 来get请求 我们去解析它的postdata的时候 它没有 因为get请求 不存在于postdata的问题 它没有的话 那就直接去返回一个空就行了 我们这儿不用报错 因为它没有错 直接返回空就行了 然后至于这个东西 该怎么去用呢 我们接下来写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再去把它用起来 所以说我们先去返回一个空 然后如果它不是post 就返回一个空 如果是 接下来肯定是post 如果这个什么呢 request点 headers content type 不等于什么呢 application decent的话 就如果传入的数据的格式 不是这个application decent的话 我们也给它返回一个空 然后return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用postman 来做测试的时候 都是 大家看这个postman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那个login login登录的测试的时候 都是body里面呢 我们选择着这个raw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去选择着这个application json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 视频中看不清楚 但是大家要对标自己的 这个postman来去看 结构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这个headers里面会有一个东西 它自动给你加的 就是content type 等于applicationjson 这一块呢 就是说我们在发送post请求的时候呢 就直接会带到这个requestheaders这里面来 然后它的值就是applicationjson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直接去忽略这个postdata 就直接去做一个空来处理 那它不是什么情况呢 它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在body里面 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formdata 我们选了这个x3wformurlencoded 大家看这个地方 如果是选了这个的话 这个headers里面就已经变了 然后raw里面 比如说我们选了一个什么 textplan textxml 当然这也不是很常见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json的方式 还有这个formdata的方式 还有这个3wformurlencoded的这种方式 如果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暂时就忽略 不是json 我们暂时就忽略 当然这种情况在我们应用中不会存在 现在不是没有任何框架来讲 这个东西怎么开发吗 这一部分讲完之后 我们会再用那个express和call 那种框架来讲 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所有的格式它都是会支持的 而且是轻而易举 轻松地就支持 因为我们可以借用其他的一些 cool或者一些工具来去做这些事情 不用我们自己收写 我们这儿只是来体会一下它的原理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说 追求的那么的细节 这个完全没必要 因为在实际工作中 不会让你去写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这个 比如说知道这个json的方式 它是怎么解析的 然后其他的方式 基本上也都一样道理 OK那再往下 再往下如果是不是这两点的话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可以进入数据了 进入数据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给它 直接拷贝过来 之前做过啊 好拷贝过来 然后post data等于什么东西 大家看这个代码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写 这个地方要怎么写呢 就是这个end我们要重写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这个post data里面了 我们最后还要判断一下 if post data等于空的话 等于它没有任何数据 这个地方是处理数据 万一没有任何数据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直接跟这个一样 也是resolve一个空对象 它没有数据嘛 那就是空 好这个地方也可以写一个return 就结束了 如果有数据 我们肯定就resolve一个什么呢 json.pass 然后把这个post data给它放在这来 最终成功的是这种情况 resolve 大家看整个这个流程 这个reject game没有用到 为什么没有用到呢 因为我们对这些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还有这个情况 并不认为它是一种错误 而是我们对以上情况之外 我们做一个忽略 我们觉得它就是没有 就是空的 但是空的不一定是个错误 所以说reject我们暂时用不到 用不到没关系 放点就行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一个通过promise的方式来解析post data的一个方式 然后解析完之后怎么用呢 大家看一下 得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处理 就是在这个处理所有的路由之前 我们要去把这个post data给它解析完 所以说根据我们之前学的promise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在处理路由之前 首先去执行这个解析 然后把request传进去 因为它需要一个request的一个参数 然后.zen里面 就可以获取这个post data这个数据了 比如说如果成功了 我们在resolve里面去执行这个jacent.path 然后post data 然后它已经变成对象了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合起来 我们加个诸识吧 处理post data 执行到这一步之后 这个post data就已经有了 当然这是个函数 首先第一步呢 已经有了之后 我们把post data放在什么 放在requested.body里面去 requested.body之前是没有值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post data放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处理完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路由给它选中 拷贝一下 拷贝完之后呢 然后把它放到这来 大家看 处理完post data之后 把post data放在requested.body里面 然后接下来再处理路由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路由都可以通过什么 都可以通过requested.body来获取这个post data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逻辑彻底的给履清出来 OK 先关掉这个 等会在写路由的时候我们再一块测试 根据这个逻辑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在各个路由中使用这个requested.body 然后去获取这个post data 可以很轻松很愉快的去把post请求的处理